本期话题,一天交火近百次,俄军猛攻红军城,俄总统普京访问蒙古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俄罗斯国防部8月31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的基洛沃村,并继续向乌军防线纵深推进。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当天前线地区发生百余次战斗。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布里表示,俄军这些胜利是由于当地乌军缺少作战经验丰富的步兵,以及一些军事资源被分留给库尔斯克攻势。 英国某杂志甚至直言乌军当地的防线正在崩溃。 因此,对于乌军而言,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撤回在库尔斯克的军队。 同样,库尔斯克乌军的撤退与否,又取决于俄罗能否在短时间内打下红军城。 乌军是否从库尔斯克撤军,取决于红军城能坚持多久。 一方面,乌军确实面对着人员短缺的困境。 精锐的乌军很多都被调去了库尔斯克战场,导致在红军城防守的乌军大都是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 所以,近期俄军在红军城附近的推进速度较快。 而乌军近期在库尔斯克反倒没什么太大的进展。 俄军指挥官阿劳基诺夫8月21日表示,部分乌军部队已从俄库尔斯克州撤出,可能将重新部署到其他方向。 如果红军城在短时间内被攻破,在这种情境下,乌军可能会重新评估其当前的战略和战场布局。 波克罗夫斯克是重要的后勤枢纽,一旦失守将严重破坏乌克兰的补给线,从而威胁乌克兰的防御战略。 这意味着乌军需要在乌冬战场投入更多兵力防守。 因此,乌军可能会寻找机会从库尔斯克战场安全且有序地撤出,以便集中力量应对乌冬战场上更为紧迫的威胁。 同时,撤出过程可能会伴随着复杂的战术操作和紧密的协同作战,以确保乌军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并保存战斗力。 另一方面,如果红军城的战况长时间处于僵持状态,那么在几个月之后,即使该地区最终被攻破,乌克兰也会根据美国大选的结果做出下一步行动。 如果特朗普当选,以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极有可能会施压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和谈。 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近期表示,在库尔斯克州遭受乌军恐袭的情况下,不会与乌克兰开展任何谈判。 但如果是哈里斯获胜,那结局又会是另外一番说法。 如果是哈里斯当选,那么乌军有可能会在库尔斯克战场留下一部分精锐部队,继续在该战场坚守。 因为哈里斯会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战斗,直到俄罗斯愿意妥协。 哈里斯曾在美国芝加哥的民主党人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承诺,如果当选美国总统,他将坚决支持乌克兰和北约。 乌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在库尔斯克战斗,向俄罗斯施加军事压力,以期在长期的战斗中找到胜利的机会。 在战场上俄乌之间战况激烈,而外交方面俄罗斯又有新的动作,俄罗斯总统普京于9月3日访问蒙古国, 并参加纪念苏蒙军队哈勒新河战役胜利85周年的庆祝活动。 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进一步发展俄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 还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签署一系列双边文件。 普京9月2日表示,发展与蒙古国的全面伙伴关系是俄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 要知道,近期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加强了对蒙古国的拉拢。 7月31日,美国国务卿就访问了蒙古,要与蒙古国合作。 普京此次访问蒙古国,是对两国友好关系的肯定, 显示出俄罗斯方面有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与蒙古国关系的考量。 此次访问将讨论如何推动俄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另外,俄罗斯期望能够加强与蒙古国的双边合作, 不排除普京辞访或与蒙方讨论天然气管道经蒙古国断项目的可能性。 因为能源、矿产等是俄蒙两国的重要合作领域。 在西方围堵俄罗斯的背景下, 普京访问蒙古国,并且还可能前往海参外参加东方经济论坛, 显示了俄罗斯对进一步加强和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重视。 普京对蒙古国的访问有助于维护并深化俄蒙关系, 推动两国在能源、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 促进两国经济的共同繁荣。 特别是中俄蒙天然气管道项目等能源合作项目, 有望得到进一步推进, 为三国能源结构升级和地区经济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综合而言,如果红军城短期内被俄军攻破, 乌军有可能会寻找机会,有序撤出库尔斯克战场。 如果红军城尚能坚守, 乌克兰将根据美国大选的结果,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此时,普京访问蒙古, 是为了在美西方国家拉拢蒙古国的情况下, 深化俄蒙关系,保证俄南部边境的安稳。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 乌军此次进攻库尔斯克,将战火烧到了俄罗斯本土, 将使得两国的战争持续更长的时间。 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能早日和谈, 给两国平民一个安稳和平的生活环境。